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糖可以多加一点 然后全部搅匀 混合后可以放在一边备用 猪排已经清洁干净 用刀背把猪排拍松 把猪排拍松后切成三至四件 方便稍后容易煮熟 现在我们会在猪排里加入调味料 腌一下 大概腌半个小时 现在将调味料全部搅匀 然后加一点生油 让它可以封住肉汁 现在就差不多了 可以放在一边备用 然后我们会先切开洋葱 先切开洋葱 然后先切开洋葱 然后先切开洋葱 然后可以直接把猪排煎熟 煎至两面金黄色 我们会用中火 每边大约煎三分钟 可以切开洋葱 留意煎的时候 尽量不移动猪排 让它自己慢慢煎熟 看到它的边转白色 就可以反转另一边继续煎 现在已经很香了 现在已经闻到很香了 大约煎三分钟时间 现在已经很香了 现在已经很香了 大约煎三分钟时间 现在已经很香了 好 看到它两边都煎到金黄色 就可以先把它煎熟 现在的猪排已经煎熟了 刚刚这银子只剩下一点猪油 不要理会它 然后可以直接把洋葱倒入 把它炒熟 炒至软身 有点半透明 这个时候可以转成一个慢火 慢慢炒香 看到它有点金黄色 变成半透明就可以了 可以先把它放入 然后洗一洗锅 我们就煮汁了 用慢火 什么都不用下 然后可以把汁全部倒入 慢慢把它煮滚 炒熟了 大约煮两至三分钟 看到汁就开始走出来 即是开始够热 看到了 这个时候可以把刚才的洋葱 全部放进去 如果大家喜欢吃洋葱的话 可以加多一点 看看自己的喜欢 现在已经煮滚了 可以把刚才的猪排一起放进去 这个过程 不用煮太久 等汁完全挂在猪排里 就完成了 我们一直用慢火来煮它 煮的时候 留意猪排会慢慢吸收酱汁 你见到它吸收得差不多的话 就可以关火了 现在差不多了 要留一点汁用来拌饭才好吃 OK 现在搞定了 这个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京都肉排 是不是很容易做呢 煮到现在非常好吃 外面很濕 咬下去肉汁会爆出来 就是这样 我今次选的猪排没有骨 吃下去淡淡肉 好 今晚有时间大家可以试试 淋了前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 我们下一个时间 我们下一个时间的 小时請可以试试 感觉是真的 我们下一个时间量 而是一起去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